如果老沙知道古代兵器冥王就在合著国之后 那么他会前往合著国吗 那大概率是会的呀 老沙可以说是追逐古代兵器冥王的第一人 他是第一个在海中漫画举行之中 真正处心几率要得到冥王的人 他带着罗宾最后到了阿拉巴斯坦的地下 看了历史中文 但是罗宾当时没有把这个重大的消息告诉给老沙 所以说老沙可以说是一直非常挂念古代兵器冥王 一旦获得了他的消息 老沙肯定会去的 他知道古代兵器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北加庞克这次的广播又强调了古代兵器重大的作用 这估计会更加加强老沙得到冥王的野心 但问题是老沙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 目前除了藏没火 罗宾和罗之外就只有卡利布 卡利布呢现在又投靠了黑胡子 所以黑胡子很快就会知道 照理说应该是黑胡子去合著国多冥王 但如果黑胡子稍操作一下 先把消息透露给十字公会 又使老沙协领十字公会去合著国 跟武士大战夺得冥王 然后在双方交战都有伤亡之计 再像顶上大战一样出来捡漏 该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那合著国接下来的剧情和挑战 就会非常有意思了 总而言之除了黑胡子之外 老沙一旦得到冥王的消息 大概率会去合著国强夺